全国最大的金针花祭在花莲 花莲县的玉里镇池科山 富里乡的六十十山 金灿灿的金针花海 如天使的毯子般铺满大地 2024年花莲金针花祭 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13号 花莲县长徐真卫也邀请全台的民众 一起来花莲金针花祭 一同畅扬花莲大山大海的自然美景 黄色金针花海开满整座山 游客一刻都不得闲 忙着自拍也忙着合照 这里是玉里镇池科山 周末日不少民众也到山上赏花 县长徐真卫走访玉里池科山 欣赏金针花海 与在地的商家登山游客经介互动 尤其是我们今天遇到了 从台中 台南 高雄 以及桃园 好多外县市的朋友来 有着甚至是骑摩托车来到花莲 尤其骑上金针山 我们真的好开心 所以请大家不要忘记在10月10号以前 金针花的花矿都还是非常非常的美丽 欢迎大家来到赤克山以及文六十丹山 目前9月赤克山上的金针花海 还是十分的灿烂美丽 现场设置了与日本知名卡通人物 卡纳赫拉联名的大型气球 并且也推出了限量版的联名文创商品 为活动增添趣味 花季到了 所以那个看到那个FB很多人 po那个这边很美 你就知道有那个金针花蛮有名的 他只是说没来过就想说趁这个机会来逛逛 那玉璃镇赤克山 富里乡六十十山 灿灿的金针花海 如天使的毯子般铺满大地 2024年花莲金针花季 将一直持续到10月13号 花莲县长徐真卫 邀请全台民众走游花莲金针花季 一同徜徉花莲大山大海的自然美景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